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讲 就宣布自己的这段婚姻结束了 这干净利落的进步亏 被称为新时代的女性 就像她的上一任婚姻 因为丈夫完全蛮猪鬼 二话不说就是离婚 这就不由得让大家想起 为娱乐圈很多猪鬼的男性 道个歉 认个错 又开始飘飘然了 反正老婆也原谅了 时间一长 工作也大忘了 首当其冲的就是陈思诚当初的那当子事了 网友纷纷吐槽佟丽娅的中国式父母 以及佟丽娅的懦弱 这回离婚之后 张玉琪也是依旧很潇洒 完全没有什么身婚妇女的状态 该怎样还是怎样 一秒就回归到了自己的工作 所以离婚后也是开始现身到了某当综艺节目的录制中了 而这档节目也是很特殊的 因为涉及到的就是关于感情的问题 但是对于这个问题 张玉琪显然不必坏 依旧非常敢于表现自我 张玉琪的星座是狮子座 又是熟虎 所以是真的不好热啊 看待感情张玉琪也很有自己的思想 其中节目中有一个观点 就是专家认为 举行婚礼 是一件很次要的事情 只要男女双方到一个浪漫的地方 度过自己的浪漫二人世界就可以了 张玉琪离婚后手现身 谈及婚宴情绪失控 好的专家不敢多说一个字 但是张玉琪一听 显然情绪就失控了 证明一个仪式感对女人到底有多重要 说到婚宴的仪式感 张玉琪一度情绪失控 气到结巴 显然对专家的这种说法非常不能苟同 大概在张玉琪的心中 穿上红衫的那一刻 是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当然是非同寻常的一天 怎么能和其他日子困为一谈呢 最后张玉琪甚至大吼说 去举办一次隆重的仪式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专家一看张玉琪这阵仗 直接背后的不敢多说一个字 大概再敢多说一个字 张玉琪分分钟就要首次了她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张玉琪这样的观点 还是更认同专家的观点呢 但是从张玉琪的婚姻观来看 张玉琪即便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礼 依然对爱情还是很向往的 并且对爱情的要求很高 绝对不允许婚姻中出现任何的欺瞒和背叛 所以大家认为一时感到敌重不重要呢 还是简单的相处更重要呢 欢迎评论区下方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